今天要來做一個小小的開箱 這個紙膠帶呢 是我在年前的時候買的 然後因為它有 其實它網站上有寫一些資訊 像什麼自帶離心紙啊 那紙質那些我都還不知道 我覺得我們可以來猜看看 那這一款的圓標呢 是紙 紙做的 是紙做的 我現在有點不知道怎麼猜 因為是紙做的 一定會破 好吧 因為兩邊是一樣的 我就讓它破一邊好了 另一邊我再慢慢吃 因為好像都 我都沒有看過有人分享耶 既然是這樣那我就當第一個囉 也可能有啦 只是我沒看到而已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材質它是用膠帶黏的 所以它 這個 這邊我近一點給你們看 它這裡是已經有點 這已經黏黏的了啦 這裡 然後加上有點 小小的瘦碎 但我是覺得沒關係 就是 那裡不要用就好了 然後它裡面呢 就是有很多花 我來看一下循環到哪 喔它循環短 就這樣而已 這樣 這樣大概 大概 20 25 26公分左右 應該是 這循環真的蠻短的耶 不過 它就是以 滿他們的風格 你看這個就是今年的 我把它當底下的 那個 背景 到這邊 這個真的不能拿這種膠帶來黏 很容易會壞 看起來還可以 但不知道黏起來怎麼樣 我們來剪 剪一個下來用看看 剪這個 我想順便看一下它的透度怎麼樣 所以 我們會把剪复起來 就要再剪一個 小的 一 二 一 二 切起來會長這樣 我覺得它的透度還ok 基本上是可以 比如說當作就是有個襯底然後貼的 那當然很黑的就沒辦法 因為它這個線條的顏色是 灰它其實比較偏灰沒有到全黑 不過真的蠻好看的 因為它是很滑的 所以它會有很多的 在這裏面上的顏色 所以會用來一點 在那裏面上的顏色 它會很明顯 在這裏面上的顏色 也會很明顯 很明顯 它會很明顯 不明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贴起来的感觉是很唯美的 其实跟玉有花本身的风格其实真的蛮像的 就是稍微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它循环真的比较短一点 但除了这个以外其他我都觉得蛮好用的 其实也不是说循环一定要长啦 但因为现在的冲作者好像大家都很佛心 循环都各个都是坐满100 或者是有些还到200 等于是你在如果在买分装的时候 如果你只买一单是买不到全部的循环 不过我那时候看到它没有错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蛮惊讶的 这样贴就超好看的 它就是一点点透到 透出那个框框 然后 远看的时候其实它是蛮清楚的 它 当然这个因为它的 有比较多这叫花蕊吗 对的地方 所以它会比较黑一点点 所以你远看可能会觉得是有点像一坨 但其实还ok 如果你近看的话其实很好看 这一卷应该有10公尺喔 正确订单应该是 那我觉得它这个材质也还ok 小小的开箱而已 再给大家看一次原本唇循环的样子 这个很久到这 从这边到这里 那希望你会喜欢今天这个小小的影片 那如果你有特别想要看什么主题 或希望我去开箱 哪一些文具 都可以留言跟我说 我会在资讯栏放上这个 我之前开箱抑郁有花的日历 所以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然后应该也还可以买啦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